我总觉得捷音的M200才刚出了没多久啊 刚才翻了一下视频记录发现已经过去大半年了 可能是因为M200的这个后劲太大了 毕竟从各个角度看都是一款重量级的产品 也有可能是捷音的保密工作做的太好了 没怎么听说新品的消息啊 突然弄出来这么一个DSR 还是捷音的老本行抛壳大栓 不过这个DSR是一款无托的栓弄枪很少见啊 开箱的内容上期视频已经发过了 我这套样品是高配版本 原厂带了尼龙和铝合金两根枪管 分别适配9毫米软弹和水宝宝 两种弹壳一样无科 相比捷音之前的产品呢 DSR可能算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信号 那实际上DSR本身还是相当出名的 作为一款现代高精度狙击枪 DSR把栓弄结构做成了无多布局 在一条中口径狙击枪里 已经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外形上看DSR的导轨护墓和模块化设计 显得非常具有科技感 虽然不像大部分常规布局的狙击枪那样 充满攻击性 但紧凑的枪身 尤其是自带刻度的多功能枪托 让DSR有一种近未来武器的风格 玩具全长990毫米 比例换现准确 无多布局的优点 就是可以让枪管尽可能长的同时 最大限度的压缩整枪的尺寸 那紧缩枪身带来的便携性 对于紧用单位最常用的程式环境 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优点 拿我的Air来对比一下 我这支用的是10寸的枪管 已经算是短突了 DSR全长是990毫米 看起来也就长了十几公分吧 基本上已经算是卡冰枪的尺寸了 全重3.5公斤 除了机甲和后托主体是尼龙一体住宿 护木 导轨 脚架 弹霞 包括绝大部分小民舰都用了铝合金 还有一些受力件 像枪栓 盗鸡这些直接用了钢制 用料还是相当扎实的 做工上看 DSR维持了节音的一贯水准 分体上下机甲几乎看不到分析 边角水口也处理得很干净 首发两种涂装 沙色版本的整枪颜色比较统一 黑灰色的版本 样品的颜色还在调整 护木和上机甲可以看到轻微的色差 这个问题在大货上应该会有优化 机甲两面都有AMP公司的枪身明纹 看起来是UV印刷的工艺 原厂的纸柄枪栓应该是DSR后期型号的造型 拉柄设计在枪栓前段 整体看着比较短 跟常规布局的枪栓线位不太一样 DSR在机甲屁股上有一个圆形的堵头 抽枪栓要把消灵敲掉 这里从抛个桩可以看到原厂的钢制造器 整个枪栓跟M200一样是全钢材质 表面发给处理 差不多是整个玩具最能引起舒适的一个零件 后头可以伸缩 范围大概有4厘米左右 拖垫也能上下调整 侧面有刻度可以参考 铝合金的拖材板很有意思 中间有一块皮质的表面 有点像是最近两年手机后盖上喜欢用的那种素皮材质 不知道雷总是不是从DSR上找到了灵感 包括底下还有个旋钮加伸缩感的两段式单点支架 这个也是铝合金材质跟前面两脚架搭配来用 对一款无拖枪来说这个后拖的功能还是相当丰富的 但可能是样品的问题啊 整个后拖的框量非常大 哪怕收起来以后晃动还是很明显 这个挺影响体验的 希望真实发售的产品会有改进吧 握把上有个很厚的橡胶套 有点像街音MSR的那种触感 铝合金扳机有个漏空的造型 扳机力稍微有点重 可能跟原厂弹簧有关系 保险拨杆双面联动 这里还原了DSR的两段式保险 在Fire和Safe之间还有一档单独的枪扇锁 另外把保险打到中间档位 可以解除枪管锁定 快速关快枪管 那枪管和弹藏是一体的 也就是说只要替换枪管总成 就可以随意切换软弹和水宝宝两种模式 这个设计也刚好还原了 针铁快速关快枪管 改变口径的模块化设计 这思路很有意思啊 换完以后 记得要锁上保险下面的三颗固定螺丝 DSR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原枪的双弹侠设计 前后一针一甲两个弹侠锦 机侠下面这个才可以正常控弹 握把前面这个看起来像是常规布局的弹侠锦 是用来放备用弹侠的 反正设计师的脑洞是挺大的 可能以前是给小户型做装修了吧 空间是一点都没浪费 弹侠固定方式比较反常规 卡扣不在弹侠锦里 是两个黄片放在弹侠两侧 这弹侠做的非常漂亮 铝银外壳表面还原了针铁的金属本色 单白单净五发弹容量 DSR的针铁可以适配好几种常见的口径 从尺寸上看 前一这次做的弹侠模型 应该是带弹头的点三百的尺寸 原创铝合金材质 仿铜色氧化漆面 底下有橡胶的密封圈 软弹版本还是直筒造型 9毫米内径 跟其他几个大栓弹壳对比一下 从左到右 依次是M24的-308 也就是7.62NATO DSR的-300 AWM的-338 M200的-408 顶上两段铝合金导轨 比较奇发的是 这个前后两段的槽间距还不一样 前面是15毫米 机枷上是10毫米 扶制式枪管 外面是一节铝合金圆筒呼吸 注意侧面这些镂空 只是单纯的散热设计 并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M-LOK孔类 顾目下面导轨固定的握把 有几个档位可以调整 我能理解 作为警用枪械 确实可能会有 利兹设计的需要 不过为了握把方便调整 专门搞两根轨道 还是感觉有点心事动动 这次接应在脚架上没有缩水 整个脚架包括基座 都是铝合金材质 只有两侧 需要弹性的固定卡扣 有了尼龙 感觉不够长的话 还可以把支腿的生涛感抽出来 脚架基座是活动的外向轴 展开状态可以一定范围自由转动 这个脚架也有快拆功的 可以在导轨上随意调整位置 实际抛壳不算特别远 但铝合金蛋壳本来就要相对重一点 玩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 备用弹匣的设计确实很好玩 操作输入链的话 相当于直接增加了五发弹容量 不过DSR的无托布局 让枪栓非常靠后 几乎要贴脸了 即使有伸缩后托 拉栓还是非常变腿 抛出来的弹壳经常会砸在手上 而且原厂弹簧确实很硬 加上靠后的枪栓位置 推起来不是太有发力 当然DSR毕竟是一款紧用枪械 并不是追究射速的战斗步枪 而且玩具嘛 本来就是为了还原正前操作 我觉得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 反正把玩了几天 除了后托晃动这个问题 基本没有发现其他特别大的槽点 那这款DSR拿在手上 就是会有那种 很难具体描述的精致感 不过让做工方面 可能也有枪型本身的原因 就是说DSR这种冷门 但很有特点的枪型 本身就是相当抓人眼球 那从最近几款产品的做工 也能看得出来 捷音在抛科大栓上的功力 是越来越深了 定价上也有那么一点 冲击高端的意思 总的来说 这款DSR的做工和用料 包括把玩起来的体验 我个人觉得 还是能对得起1000左右的售价 好久没抽奖了 正好这次有两个样品 抽一个杀色 老规矩 点赞投胶评论 下个星期开奖 关于这只DSR有什么看法呢 也别忘了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杀人越过必备